在飞行12小时之后 B-2轰炸机群在黑夜的掩护下 穿过了利比亚的边境线 并将他们的卫星制导武器锁定了目标坐标 现在他们该朝着卡扎飞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了 然而就在一架B-2准备投射导弹时 飞行员却意外地发现 一枚一吨重的炸弹被卡在了螺旋发射器当中 这名飞行员试着旋转发射器放出下一枚炸弹 但还是没能成功 时间紧迫 另外两架隐形轰炸机将他们装载的炸弹全部抛下 每架飞机共投制了16枚重达一吨的炸弹 全部命中目标 给利比亚的空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第三架B-2隐形轰炸机就没有那么高的效率了 一共有三枚炸弹卡在了发射器中 飞行员既不知道具体的事故原因 也无法对飞机进行修复 更为要命的是 当飞行员打开投掷炸弹舱门的时候 此时飞机很容易被雷达侦测到 如果这时卡扎飞的战斗机锁定了这架B-2 并且发动攻击 那么这架B-2和飞行员只能击毁人亡 然而此时还有三枚炸弹卡在发射器中 投掷的舱门也无法关闭 经过了将近20个小时的飞行后 B-2隐形轰炸机带着三枚卡住的炸弹 回到了怀特曼基地 携带着三枚炸弹的轰炸机 很容易在着陆的时候发生意外 飞行员需要将飞机停在机场的特定位置 然后找来专业人员小心翼翼地 一寸寸地打开机舱 好在最终友情无险 三枚炸弹被成功取了出来 致起肤的战争 怎么发生意外